小嫂 你是叔叔呀 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 里啊外啊的 快道个亲 不用 不用的 都是一家子 没那么严重 小嫂 快道个亲呀 阿玉 走 志明 我想了想 我家亲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不想让你掌握进来 你在门口等我吧 好 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放心 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 那是大姨 姨父把你从小养大的 那等于是半个父母 我们要知道感恩啊 你现在长大了 你报恩的时候到了 快道个亲呀 小嫂 叫你道个亲怎么了 你不听话呀 妈妈教你道歉有这么难吗 小嫂又怎么了 又让我弟弟道歉啊 我闺蜜都跟我说了 就是两个小朋友 互相吵吵闹闹的 这很正常 但是 一味地纵容那就不对了 如果家长不教育的话 以后到了社会上 那可就是别人教育了 刘婉玉 现在是女儿儿子 联合起来欺负我们的是吧 老方 你就不要活上郊游了 小嫂 你今天不道歉的话 就是明摆着妈妈叫子无方 那行 那妈妈帮你道歉 好吧 姐夫 姐姐 方姐 算是对不起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 你不要赢我收了他们家多少恩惠 姥姥走了之后的那几年 我不是不急事的小孩了 他们那是照顾我吗 妈 妈 妈 你为什么 总之下意识地都觉得是我不对 你从来都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 你知道这些年我受了多少委屈吗 我在这个家 就是不重要的对吧 小的时候 是你把我送回老家的 是你不要我的 现在 我也没有必要待在这个家了 小嫂 嫂嫂 姐 对不起 小嫂 爸 看出来什么 和人家家里跟我们演戏呢 一个大老板 一个大律师 这 明显的就是看不起我们呀 看不起你明说呀 讲那么多大道理干吗呀 方姐 小嫂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这么大个人类没个脑子 你生怕一家人不吵架对吧 小的时候是你偷的钱 然后你让小嫂背黑锅 你敢跟大家说吗 小的时候你起头 带着大家一起欺负小嫂 你敢认吗 广广你说的 这些都是真的 妈 小嫂她一声不吭 那是因为她懂事 她周全 但是不代表她一直要这样被欺负的 小嫂 没事吧 知名过我没事 不是 麻烦你一会儿跟我姐说一声 让她不用待机我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小的时候你们一直照顾小嫂 我很感谢你们 所以这次来 我们很欢迎 我们也非常周到地在接待你们 但是凡事都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虽然是亲戚 但是要互相尊重 有一个分脆感的 如果你们实在觉得 在这里住得不舒服 想回家的话 那请便吧 麦成欢 你敢这么跟你长辈说话呀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刘婉容 刚好清楚你是谁家人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姨父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跟我大姨说话 麦成欢 你们快三十了吧 不结婚 不要小孩做什么女强人 我看你就是心理变态 还说 还说不跟我们来往 我老是跟你说 我还怕你身上这个歪风邪气啊 带坏龙的孙子呢 姨父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你 你有气就把我身上傻 不要为难我的儿子女儿 我真要罢你呢 早点你一个人来上海 谁能让人丢在我们家一样 那些年你是不知道 老的小的全是我和你姐在照顾 在那身上我花多少钱 你知道吗 阿姨一直给我们家寄钱的 你不能不认账啊 那才几个钱 那才几个钱嘛 他们现在发达了 就发脸不认人 要赶我们走 紧起情分都不要是吗 行 那这些年照顾老的小的 花了几些钱 花了几些时间 精力 全部拿钱给我补回来 你要补补的话 我就住这儿补兜了 下半辈子 要你们来补 干什么 私闯明宅是违法的 你们想进购安局是吧 不是 你谁啊 我们都不认识你 我看私闯明宅的是你吧 我是谁 我是这房子的产权人 什么产权人 这房子不是刘婉遇的吗 你唬谁的你 白凤华 这房子是谁的 这房子他是房东 我们只是暂住 三分钟 再不走 我就报警 走就走 不稀罕 走 刘儿 走了 阿姨 阿姨 这次 真的对不起了 不是 这就是我不好意思 白凤 不是让你在门口等吗 我怎么又进来了 我刚刚看到小枣有点不开心 我担心出了什么问题 就进来看看 是 小枣跟我妈吵了一下跑了 她刚刚有跟你说要去哪儿呢 她说她想静一静 让我告诉你别担心她 今天还好你进来了 你要是不来的话 还不定会怎么样 不过我大姨父终于走了 她一走 我们家总算是清静 我都会让你 但我觉得你大姨 可能要夹在中间受假晚期了 大姨这个人 她是个好人 你说几十年如一日地牺牲自己 照顾家庭 可是你说这到头来受贿的人 没有一句感恩 还对她大吼小叫的 关键的是她连同我妈妈一起 说实话 我很生气 凭什么呀 上一辈的人都这样 大部分人 因为家庭牺牲自己的所有 我妈也是这样 习惯牺牲自我 无条件地付出 可关键是 她又会把这种怨气 凌驾给家人身上 你比如说小枣这个事情 她就习惯了宽容他人 责怪家人 其实我刚进门的时候 我听到她跟小枣 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蛮生气的 可是后来我看她 被我大衣服使过 她夹在中间的时候 我又很心疼她 我想帮她说话 我想保护她 可是我就觉得 好像造成这样的局面 是我妈妈自找的 我就是觉得很无奈 一名搬忙 而且我觉得我二十九年 一直被这种情感绑架 我其实挺不舒服的 我明白 我都明白 就像父母 一直等着儿女感谢 但儿女却一直等着 他们道歉一样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我就是希望我妈 为我自己的人生 不想她再陷入这些 没有必要的关系里面 要不咱们回去一趟 跟爱意聊聊 不是 我主要是不知道我怎么回去面对她 我妈这个人重视感情 重视家庭 要面子 因为这个事情 肯定跟我的大姨的关系也不好了 我不知道我回去怎么跟她说 因为我很害怕 我们聊着聊着 又因为观念的事情争吵起来 进入到无限的循环当中 说实话 我挺害怕的 况且我大姨父在西安里那边 肯定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我想回去看看 行 那我回去哄哄她 交给我吧 你去那面的这些事情还挺有经验的 你去那面的这些事情还挺有经验的 我觉得阿姨挺可爱的 我挺喜欢跟她讲话的 好了 不说了 走 送你过去 不用了 我想自己走一走 见一见 你回去吧 好 走了